好 大家先请喝茶 我今见闻得寿辞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位句是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七十八页 第十九经 那么前面讲到 他讲到诸比丘 我于此五受孕 不如时知 未是未 患是患 离是离者 我于诸天若磨若藩 沙门婆罗门 天人众中 不脱不出不离 永驻颠倒 亦不能自证得阿妮多罗 三秒三菩提 那么这里是佛陀用他自身的经验 那么来告诉大家 那么一个修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说阿含经里面 那大概是 它基本上 一个我们讲是苦极灭道 那讲多一点的话 这个道就是有两种 就是未 患 离 厌 离 离 灭 尽 那再详细一点就是所谓的八正道 那这个苦极灭道 那么苦极是因 那灭道是 苦极是流转的因果 那灭道是还灭的因果 那通常都是用所谓的未 患 离 如 时 之 那这个是在阿含经里面非常见 那这个如 时 之 是如其事实 其实我们就是 见到它的实相 就是它的真相 那如果从《波罗经》的角度来讲 就叫做空相 叫诸法空相 那这个法不外乎是 我们的六根对六成的直取 从这里去观察 那这个不外乎就是我们的感受 那就是受想行 从这里下手 大概都是这样 所以这里讲到未 患 离 它是一个修行的过程 就是 未当然就是问题的所在 那用我们的话来讲 它就是执着 那它这里 那么对于所谓的执着 阿含经里面有很多种说法 喜爱 赞叹 懒着 乐住 就是有蛮多种的 有时候讲两个 有时候讲三个 我讲四个 像前面其实也是 前面就是未 前面就是燕 离 欲 灭 就是常常都是这两种 在交替 然后从这个感受 受想行里面 或是从六处里面去讲 就是它所谓的这个 我们讲 就是这个道能够 依这个道能得这个灭 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个道 它通常就是方法 道就是方法 通常阿含经里面 很常见的就是 所谓的未 患 离 或是厌 离 灭 灭 灭 那么它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 这个就是贪爱 那么贪爱有很多种形式 魔王的三个女儿 其实就是以贪爱来命名 那其实就是 战道最大的因缘 就是贪爱 那么所以 佛曾经讲 你只要断一法 就一定可以得解脱 就是断贪 那这个贪 详细来讲 就有所谓的色贪 无色贪 玉贪 色贪 无色贪 那你只要断了玉贪 就肯定可以得解脱 那因为断玉贪 已经正三国了 那这个是 那你其实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为 其实我们现在的为 其实就是直取 贪慰 为爱 贪爱 欲爱 贪欲 反正就是类似像这样 那你一定要思维它的过患 这是从思维它的过患开始 那么才能够处理 你不思维它的过患 你是不会处理的 因为你不晓得它怎么样伤害你 或是不晓得它实际上 不是你想象的这个样子 那这里的怨 基本上就是 对于它的这一种过患 那么你产生怨理 你不止取 那么你由怨你才能理运 那你由患你才能理 其实是这样 然后才能导致灭境 那么这个是阿含经 就是你如果读运相应里面 到处相应也还是这样 那都是强调所谓的未患理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佛陀在说法 他没有很繁琐的名像 到了阿比达姆 他已经不太一样 那么我们没有 比较没有那些很玄奥的 他玄奥一点的大概就是 我们讲的所谓无我 这一点有时候 一般人不太容易理解 这一部分比较困难一点 其他的其实都是很直接的 然后很明白的 很清楚的告诉你 那是什么一回事 你要怎么做 那不困难 也不用背很多 大概就是一个几个 很关键的重点 那当然到了后面阿含经 有些讲的很多 尤其讲到十二处的时候 因为有一些人 简单的讲 他可能不太明白 所以有时候会讲到很多 那这里 就是常常会 有这样的所谓的未患理 那这个未患理都是 他都有一个重点 叫做如实之 不管是未患理 他都是如实之 如实之 未是未 患是患 离是离 基本上是这样 他说如果我没有这样做的话 其实就是我是这样做的 那我因为这样做得了解脱的 所以你们也要这样做 你们像我这样做 你们也可以得解脱 这个就是所谓学佛 向佛学习 念佛是为了学佛 学佛是为了向佛这样的解脱 那这个也就是 我们一般常常在说的 佛初转法人 三转 四转 缩转 正转 你在阿含经里面 常常可以看到这个样子 就是佛说这个是这样 佛说苦 真实是苦 佛说这个苦 那么我已经离苦了 我已经这样离苦了 那么你们也应该这样离苦 那你看 他其实 用不同的这种方法来讲 但其实都是在讲这些 那你从这里也可以知道说 我们学习佛法就是 那佛是怎么想的 佛是怎么说的 佛是怎么做的 那佛这么说 那么 是他的 都是纯粹是他 由他经验中得来的 所以我们讲宗教 从中出教 那么佛弟子在借教物中 基本上是这样的 只是其他的宗教是 就是 仰靠这个 他们的神的救赎 佛法不是 佛法就是方法 佛解脱的方法 佛成佛的方法 佛离苦的方法 那么佛不在了 没关系 佛说的法 你牢记就可以了 佛在了 你不知道佛解脱的法 那么佛在也没有办法 帮你解脱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佛教徒 都像其他的宗教徒一样 那么都变成仰赖佛菩萨的救赎 那么常常在用 也许用时间 也许用体力 去买那个赎罪券 赎罪券就是我这样做的 然后佛就帮我赎罪 那类似像这样的 其实这个不是佛教的本意 那我们在阿兰经里面 常常都这样看 你看他这里的强调 我是这样做的 我如果不这样做 因为他告诉你 前面你要怎样 如实之 受想形式 众生于色畏 则又懒着 那么于受想形式 为贪爱 贪爱这种感受 贪爱这种感觉 贪爱就是对这种印象 非常的深刻 对这种感受 非常的懒着 对这种感觉 非常的在意 那么就被绑在里面 一旦不合乎你的感觉 或是不是你想要的 你就随着他转 起贪起撑 如果是你就起贪 如果不是你就起撑 就变成这样 就不断再转 不断再转 那修行不离开身心 那么核心就是 从有我到无我 那么一开始是从 有欲爱 有贪爱到无贪爱 所以说 有贪之有贪 无贪之无贪 那么有贪跟无贪之间 还不是究竟 究竟无 没有也不是究竟 只是暂时生灭 没有了而已 那个境界没陷钱 你没有而已 那么境界陷钱 你又有 那一开始都是这样 叫做生灭生灭 有贪 无贪 有称 无称 这个人讲了一句话 很生气 气了很久 后来那个人 那件事没有了 就算了 就没有了 无称 无称不是真的断称 不是离称 没有 他还是有称 但是你要先了解到 有贪 有称 就好像这里要先看到 为 为就是什么 有贪有称 为就是有贪 要知有 如实之 为 就是有贪 要知有贪 有称 要知有称 那么这个是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讲说 你要先了解 我要起了这样的烦恼 我有了这样的观念 那么这个是对的 不对的 这个是好的 不好的 像解脱的 那顺于轮回的 顺解脱的 顺于轮回的 那么这个你先要弄清楚 就好像说 照必然来讲 我这样的修行 这样的修行是顺于解脱的 还是只是增长信心的而已 是增长智慧的 我这样做 我这样做 是增长了我哪一部分的功德 心的力量 因为每一个法 增长的力量 就不一样 就好像你吃东西 你喝水就只是解渴 你不能填饱肚子 那你这个 你吃不同的食物 有不同的营养 那这种食物 不一定不是 你只吃一种 就可以聚足所有的营养 没有 你修一个法也一样 那有些是增长信心的而已 那有些是让你 培养定力专注力的 有些是培养你的恭敬心的 也就是扩展你不思的心得 它不太一样 那你不要认为 修一法就一法 所有的法都具足 没有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 我今天修这个 那么只是增长我哪一部分的 我必须要加强哪一部分 那核心是哪一部分 关键是哪一部分 你没有走到关键来 你前面修的基本上 意义都不大 那也是有功德 但这些功德不是顺于解脱的 所以我们讲 要向上 要向上 要向解脱 那如果从成佛来讲 那像佛那样的解脱 就是这样 它不是不解脱 它是像佛那样的解脱 那这个要知道 好 那它这里讲到 我们就接着讲 朱比丘 我已如时知 此五寿音 畏是畏 患是患 离是离故 我于诸天 也可以顾 我再放前面 也可以放后面 都一样 我于诸天 若魔若犯 沙门婆罗门 天人重重 至正得脱 得出 得离 得解脱 解脱 永不住颠倒 应言至正得 阿尼多纳 沙门 沙门 那我们讲到 这个天魔范 那天魔范 跟沙门 婆罗门 这是当时 你在阿兰经 或在其他宗教里面 其他的阿圣经典里面 也可以看得到 那这是佛常常讲 举例 当时世间 这是 佛陀当时的印度环境里面 最主要的宗教徒 就是两类而已 叫做沙门 婆罗门 就是这两类 那宗教所信奉的神 最主要是三类 叫做天魔范 那天大概又有 天大概又有所谓的三种 三种天 主要是三种天 那欲界有两个天 欲界是所谓的大自在天 就是这个 欲界的第六天 大自在天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道立天 那么这个是 应该是当时印度人 最主要的信仰 那大自在天 大自在天 基本上就是 印度三大神里面的 十婆神 那 没有不是 印度的十婆神 应该是色旧境天 就是他是 这个社界的最高天 那 这个 大自在天 有可能是 也有可能是匹斯奴 但是不曉得是不是 但是就是 印度的三大神 匹斯奴 大自在 就是大自在 就是大自婆神 匹斯奴 还有所谓的梵天 这个是上面的三大神 但是 刀立天神 尸体还阴 基本上在当时 也是很受崇拜 他是战斗神 所以印度的主要 印度的神非常之多 但是最主要的神 大概就 一般来讲叫做 天 磨 范 范是范天 磨 是第六 他化自在天 那么有时候也叫做 大自在天 那这个 大自在天 跟你也可以看到 很多的大圣经典里面 也都有提到 那另外一个就是 道立天 这三个大概就是 当时最主要的信仰 那沙门 婆罗门是当时 最主要的两大类宗教徒 那沙门里面又分七类 就是六四外道家 再上佛教 七类的沙门集团 那婆罗门就有一个 就是古老的传统信仰 那所以佛法在 佛陀在说的时候 常常会举这个例子 就是 所有一切的修行人 那么类似像这样 就包含诸天 诸天基本上 如果我们把诸天 基本上是道立天 或是王天 这样是诸天 那其他当然还有 叶摩天 这个多帅天 他化自在天 化自在天 他化自在天 不过这个诸天 主要是指道立天 因为道立天有三十三天 那这个诸天 主要是指道立天 四体欢迎 四体欢迎很常见 大圣君典也很常见 另外一个摩 摩应该就是 在当时印度也很常信仰的 那一般来讲 摩有两种 那但是这里主要指的是 他化自在天 因为他还在 在四体欢迎上面 第六天 那摩很怕人家出了他的范围 但是他也很会照顾人家 那这个是 欲界的最高天 那再上去就是 梵天 主要就这三个 那梵天的最上面 梵天的最上面是色旧今天 那我们一般讲梵 一般讲梵基本上 多数是指大自在天 那么也有指这个色旧今天 也有指这个色旧今天 所以 这个 不太一样 但是像第三天的燕磨天 炎磨 他也是磨 但是他不是我们说的那个磨 我们叫做炎磨王 这个是 这个是 也 也有一个磨的这个 称呼 但是他不是 一般我们说的磨 那后来 燕磨天是第三天 但是 这个炎磨王后来就变成 本来是天界的神 后来变成装管阴间的 那转到中国来就变成炎磨王 就变成有十殿炎磨 反正这个就是 慢慢从印度文化变成中国文化 就变成这个了 那中国早期 是没有所谓炎磨王这种 东西的 那泰山有一个 类似像 像那边有个地狱 类似像 那地狱也有一个王 那这种炎磨王 其实这种印度的炎磨王 那么这样转化过来的 好 那这里主要我们讲到 就是 我于诸天 若磨若犯 叫做天磨犯 然后沙门婆罗门 天磨犯是他们主要的神 宗教主要的神 沙门婆罗门是他们主要的宗教 其实就是这样 那么 这天 人众 天跟人 的这些众 主要就是他们的信徒 那 大概就是这样 那就是跟修行有关的 大概不外乎就是 天磨犯 沙门婆罗门 天人 然后后来又加上 把这些天众的 就变天龙八部 好 那么自正得托 就自己 那么得解脱 那么得处理 得解脱 劫父 就是烦恼 永不住颠倒 那这个是在讲到 讲到 未患理 五蕴 的了解 好 这个是第十九经 好 我们翻过来 第二十经 我们刚才有讲到 这个 印度的三大神 那 匹斯努应该是在 遍境天 第二禅 那 就是 如果从我们现在 了解道德来说 之前不知道是怎么样 不晓得 匹斯努是在 遍境天 第二禅 大范天是在出禅 师婆神是在 色界的最高天 第十八天 色旧境天 好 那 那 那 看二十经 他说有一天 佛在 齐远金色 这个时候 世尊跟 比丘讲 我 过去 世尊有时候会讲到 他过去 那 有时候会讲到 他过去 这个心 都 就是他过去 还没成正觉的时候 那 怎样怎样 行不杀道的时候 怎样怎样 那 他说 我习 于色 位 有求 有行 那 若于色 位 随顺 诀 这常常看到 有随顺 随顺 诀 就是正觉 那么随顺 就是 顺于的 医者 那 这前面讲 我过去 于色 这个色后面 就是受想 行事 有求 有行 求当然就是 追求 追求 这一些 喜悦的色 那 有行 那么 一般来讲 就是 追寻 贪求 叫做 有求 有行 就是 行 就是 你这样做 那 做怎么样的事呢 做 追求 这个色的 热味 就是 喜欢这个色 我就去追求 那 喜欢这种 喜欢这种感觉 这个是 受 喜欢这种印象 就去 追求 这个叫做 行 行就是 你这样去做 那 行就是 行为 那这种行为 里面 它是 有一个 追求的心 那么 去做 这样的行为 所以 叫做 有求 有行 就是 我 从事这样的行为 从事这样追求的行为 那 一般我们 就叫做 这个 贪案 或是贪求 那么 若于色位 就是 我对于这样的 对于这样 对 这种色 就是物质 的追求 如果我们先来看 就是对 武裕的追求 那么 随顺觉 就是 我都 依着法 依着智慧 就是 基本上就是有 绝招 就是你前面有 未换礼 或是 前面 有 这个 未换礼 你有这样的 绝招 有贪子 有贪 有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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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一个绝招 那么 则于色位 则于色位 已如实践 就是 我如果能够绝照到 我的心在贪求什么 那么 我就能够用智慧去看见 真实的看见 我这个心 那么 对这一些东西的追求 是属于盲目的 没有意义的 没有利益的 就是叫做无意无利的 因为你会发现到 这一切的东西 都是无常的 它是有过患的 那么 当你不断去追求 这样的感觉 追求 追求这样的 一个感受的时候 那么 你会造作很多的烦恼 起很多的烦恼 造作很多的业 这些业到头来 没有让你获得好处 所以 它这个就是 思维它的过患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 追求的东西可多了 但是不管你追求什么 不管你追求什么 不外乎是 依自身的需要 依自身的感觉 依自身的感受 去追求的 你绝对会追求 合乎你自己利益的东西 绝对会去追求 造作你所想要的东西 你认为对你好的东西 即使你牺牲生命 你也认为 我牺牲的生命 去成全我这个家 成全我的国家 成全我的民主 那么你要追求的 绝对是 依于你自身 就算你看起来 不为自己 但是你实际说起来 还是你为自己的 我的家庭 你为了家庭 牺牲的时间 牺牲的体力 你为了国家 牺牲的生命 你为了宗教 牺牲的生命 那么这一些都是 从佛法看起来 都是不离开 所谓色受想行 是我欠我爱而来的 那么因为这样 你不断的去 那么世间的人 普遍的来讲就是 我要让我自己过得幸福 我要怎么样 我要 就是他着重自己的感觉 自己的感受 一般我们就说受想行 那么这个行就是 他希望这样做 那么他也朝着这个地方去做 他的意志作用 那么我们的 我们的整个生活状态 就是我们的生命状态 因为他这里就是 五蕴就是 你由这个生命 而有这样的生活 由这样的生活 就是你活在这个世间 你有这样的行为 你必须要 你想过这样的生活 或是你想拥有这样的生命 那么你以你这种生命 去照做种种的行为 要过你想过的生活 或过你理想中的生活 那么这一些 我们活在这个世间 不外乎都是这样的 那么这一些就牵涉到 所谓的受想行 受想行事 受受想行事 都是五蕴里面的 那主要是受想行 那么才有种种的追求 其实是这样 那当你如此的看见 所有这一些行为背后 或是这一些行为 所导致的结果 它并不是你希望的 你所想象的那样 可以为你一职所拥有 或是否得到你真实的利益 并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佛法告诉我们 要观诸行无产 跟诸受是苦的原因 因为它终究是无产跟苦的 那这一点其实我们老实说 要硕硕观 硕硕观慢慢才会体会 真实是苦 那么有一些人 必须一定要怎么样 年轻的时候虽然也知道 有这些苦有这些苦 但是它还是追求 那一直到它老了的时候 或是说它想拥有的 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再拥有了 或是已经拥有的 渐渐也失去了 那么渐渐留下的就只是什么 你会看到很多的无常 很多的苦 你就会看到这个 那一开始还没经历的时候 基本上虽然也知道 但是感受不到 真的 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 都是到年纪大的时候 那么才开始觉得要休息 因为他觉得 在余生里面 他想获得的东西 也就算获得了 也意义也不大了 那以前追求过的 现在不是不存在 就是也不能拥有 或是说也即将失去 那么你就开始会体会到 佛说的所谓的诸行无常 跟诸寿是苦的这个概念 一般是这样 有些人是 生了大病之后 或是经历了种种的挫折 或是经历了种种的失败之后 他会冷静下来想 如果他之前有读过佛法 他会深深的契合于 所谓的诸行无常 诸寿是苦 如果没有的话 单单凭这样想 你现在过着幸福的日子 然后单单这样想 基本上不容易 不容易真正想到说 就是我们说不容易如实之 要叫你未患离 这个是蛮难的 你现在就没有过患 你现在就觉得这样很好 你要去思维他的过患 你只是偶尔想一想 想不来的 会这样 所以通常都是从苦入到就是这样 很少人能够像释迦摩尼佛这样 是王子 又年轻 又有漂亮的太太 又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国王 未来他要当前途无量 他未来是当王 他虽然是一个小国 但是他还是当国王的 然后他又有美满的家庭 健康的身体 幸福的未来 但是他会看到这些 其实都是无常的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我有时候在想 如果像我 让我小时候像释迦摩尼佛这样 我一定不会出家 真的 不太可能出家 这障碍太多了 想读书读不了书 这不容易嘛 这真的不容易 现在我们有拥有的 要叫我们思维有他的过患 都不容易 就你现在所拥有的 你要思维有他的过患 说我不执着这些 你只能不那么贪 你不太可能都不贪 就是不要那么贪就是了 那么这一部分就是要靠什么样才能得到 要不断想 不断想 要不断看 有时候你单单偶尔想一下 没有力量 真的没有力量 你说我在想 这种东西是这样的 所以你不断要时常提醒自己 时常提醒自己 一开始就是提醒自己而已 没有其他的方法 真的 那我们就在于 我们 第一个我们不会提醒自己 也不知道要提醒自己 就算有提醒 那也是 偶尔点一下 点一下 蜻蜓点水 力量不大 所以它最大的就是要在于 你要有警觉性 就是你要不断提醒自己 那么这样想 那一般不会常常提醒 所以要常常读经 读经就帮助我们而提醒 就为什么诵戒 不然你因为有时候会忘记嘛 你要诵戒 你会提醒 提醒 稍微就记起来 稍微记起来 所以为什么要你早晚都诵戒 要早晚提醒 其实是这样子而已 但是因为我们后来 诵经就变成流于行事 没有提醒自己 就是送过 那还是清甜点水 那基本上还是作用不大 所以你必须要 就是说你真的要读这些经 然后读完了 那么有一些作用 就是你必须要常常提醒自己 那我们像我是靠着不断讲句 不断讲句 不断讲的时候我就提醒我自己 所以常常讲 常常提醒 常常提醒 它有作用 真的有作用 它这一部分它就比你 你自己有时候 因为我们有放逸的习惯 我们有放逸的习惯 那么用功起来 当然你用功 但是你没有用到功 就是你用功如果只是 只是属于一种压迫式的 你没有从内心真正去认知这种道理 那么这种用功 基本上增长的就是信心 就是信心而已 然后对佛菩萨有信心这样而已 但是到底怎么样有信心 就是对自己还不一定有信心 因为自己不了解 所以这一部分其实 一般如果像我们没有 没有机会常常讲 那么我们也要常常诵 那常常诵不是 常常诵的意义 一般来讲就是 你在佛前 很恭敬 恭敬心比较能够入 那么一般是这样 就比如说 它的经很仔细的诵 那像比如说像我们这种阿安经 很少人会回去送的 但是你不送也没关系 你就是看 那看了就记起来 那记起来之后 偶尔就念 坐车的时候想 然后想那个道理也可以 不一定要那个一个字一个字 你就把那个道理 时常想 时常想 你看到一件事情 发生了你很诧异 佛说诸行无常 佛说诸受试苦 有一件事情让你困扰 那么本来是这样还好的 后来就不知道怎么样 就变不好了 那么你就会想到 佛说诸行无常 佛说诸受试苦 你就这样 我告诉你 你就这样 天天这样做 天天这样做 那你也没有很像 好像 如是我历史失败十二国 没有 但是你这样其实就是 二六十中在五根五立 七绝之八正道 就是类似像这样 你就这样想 佛说诸行无常 果然是诸行无常 佛说诸受试苦 果然是诸受试苦 你不要小看这样 就像每次每次的应可 每次每次的加深印象 就是你对于世间的印象 追求世间的印象 变成什么 随顺于 这个就是随顺觉 于色位随顺觉 则以色位 以智慧如实见 就是你对于世间的追求 因为我们现在都有 我们追求的东西 就是对于世间的 我们都有 每一个人都有 那么对这些世间的追求 就是我们的心 那么多数是在追求些什么 少数是在追求些什么 常常在追求些什么 偶尔在追求些什么 那么已经追求到什么 还想追求什么 那么这一些你要看清楚 因为一般人只知道追求 不晓得自己追求这一些真正的用力 或真正的目的 或真正追求到的时候得到的利益是什么 没有 那我们通常都是陷入无止境的追求 举个例来讲 没有房子的时候 希望有一个房子 有的房子又嫌房子太小了 没有车希望有一部车 有的车又要车好一点 那一部车又不够有两部车 类似像这样 那么有这个 有这个就追求这个 那追求不到就产生痛苦 追求的过程中也痛苦 那追求完了又要追求那一个 那就不断不断 那么 叫做幸福 可是在追求的过程中 多数是不幸福的 等到你非常努力非常忍受一切的苦 有了一些些你感觉到幸福的时候 忽然之间又变化了 又变化了 也许健康没有了 也许家庭也许家庭没有了 也许 也许你的寿命没有了 反正就种种 那慢慢慢慢 那个时候你稍微有一些感路 如果你学过佛 听过这些诸行无常诸寿事苦的道理 你就稍微有一些感路 那么这种感路还不深刻 但是佛现在已经这样讲了 就是告诉大家 他以前都是怎么追求的 释迦牟尼佛早期 年轻的时候 文武双犬 又读书 又射箭 他也是要追求些什么东西的 他只是后来看到了这个无常 看到了老病死 他有一些思考 那么为什么有一些人看了这个东西 他就会陷入很深的思考 有一些人即使 人家旁旁听灵 旁边常常发现 他也不会思考 习惯而已 不过就是你过去的习惯而已 如果你过去有这种习惯 那么你很容易就会 会有这样的观念 如果你没有 那么即使有人一直跟你讲 你也不容易生气 所以我们必须养成自己 如理思维的习惯 所以他基本上都是如实见 如实知 如实觉 他都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学佛最重要 我常常讲 学习佛法最重要的就是学习那个觉 觉性 觉性就是你 我们常常讲 你有觉察 开始会感觉到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然后认真去思考 你开始有觉知 原来是这样 所以才是这样 原来是因为这样 所以这样 因为这样 所以一定会这样 那么这样 那么是因为他这样 这个就是因跟果 那么用元起的说法 就是有因有元事间起 有因有元事间面 那么我想怎么样 我必须要怎么样 我现在这样 我应该要怎么样 像类似这样的观念 你会不断要在你做下来的时候 做事情的时候 做事的时候有时候不容易 做事情的时候有时候 就顺着事情 顺着这个人 顺着这个事情 就一直在那个事情里面赚 赚不出来 好就好 好就好 不好就不好 就一直在那个 受想行里面 就不断不断 六根攀缘六成 在受想行里面 起贪真吃 就不断不断是这样 那这个时候就失去所谓 就是没有这里讲的随顺觉 那这里的色受想行 其实都是境界 都是境界 受想行就是由 跟尘是合合而有的 那受跟尘 一个是尘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尘 那受想行一个跟 一个是跟跟尘 这个是这样的 我们把这个五印 就是因为你如果这样讲 一受随顺觉 一受随顺觉 我们会渐渐 我们好像要把它对起来 其实它是这样 这个尘 基本上就是根根尘 六根根六成 所以一切法是十二处 五根 严和鼻舌身 颜而鼻舌身 舌身相畏处 那么根尘是 合而身处 处去受想诗 基本上就这样 所以重点都是从这个受开始 那关键是这个诗 一开始是由这个受 由这种感受 加深 一定是过去的感受 过去的印象 让我们有现在想怎么做 过去的好 过去的不好 让我们现在 觉得应该这样做 过去的好 让我们 过去的好 感受好的印象 那么让我们现在 想继续拥有过去 比过去更好 或是要远离过去 要想办法去掉过去的不好 那么这个是 这个是业的最主要发动的部分 但是这个是造业最主要的部分 尤其是受 那这些基本上 就是它这里叫你设如实觉 那么基本上都不外乎 你心跟近产生的反应 这也是心所 这也是心 那这个也是心 是 那么更成事 合合身处 处聚受祥师 它是这样 受祥师之后 就有什么 有爱取 有六爱 六爱生 六取生 爱取 爱取之后就有什么 有有 有就什么 有就有劳病死又被苦恼了 苦就有苦了 我们简单讲就是有苦 有轮回 有苦 有业 有烦恼 应该是有烦恼 有业有苦 现在是这样 莫业苦 有烦恼 有业 有苦 这个业是从这里施造 这个爱取有才可以造业 那它这里告诉你 基本上 有些是从这里下手 从这里知道 这个是一个关键点 这个是一个关键点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胃换你的胃 那你要不爱 你要不贪爱 那你必须 就是 贪爱的前面是什么 这个加起来就是什么 缘起 无明行事 明色 明色 六处 处受爱取有 老病死又被苦恼 就是这样啊 你把它综合起来看 五蕴 六处 十二处 十八戒 缘起 它基本上是 同一个东西 只是它从不同的角度上去说而已 好 那这些 不管是五蕴 十二处 十八戒 缘起 都是在 都是在说明 我们现在的身心状态 那说这些做什么 因为 因为你不了解 你的身心状态 你不了解 你是怎么起烦恼 造业的 你怎么要去解决这个苦 就是你找不到那个苦因 你找不到那个苦因 就是 从这里来讲是爱 那么从 再从根本的演讲就是什么 就是一 为什么会有这个爱 我爱 我所爱 或者是我们讲 自体爱 境界爱 那 阿安静还有几种说法 那 自体爱 境界爱 阿安静后面还有几种说法 我再想一遍 我再想一遍 好快一点 我爱我所爱 或是叫自体爱 境界爱 乃至于后面的后有爱 自体爱 境界爱 那由于这个是由于什么 由我见 我见 我爱一定是以我见 那我见 我所见 或者是 不特杰柔 不特杰柔见 撒迦也见 那么由这个 所以你看 用起来就是这样 无明行事 明色六处 出色爱 生亚变死 欧悲苦恼 未患理 那么 无孕 那他现在告诉你的 其实重点就是 你要有觉 那么于色 你看 因为佛法不外乌 就是在处理 你生命中的苦 那么生命中的苦 它是不能避免的 因为有这个生命 必然有苦 有生就有死 因为它已经被创造出来 它已经是这样 那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 要接受已经发生的事 比如说 我们现在这个生命之下 我是男的 我是女的 我是 生在台湾 我在哪里 我的父母是谁 那么我有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环境 在什么样的环境 遇到什么样的人 有什么样的姻缘 这些 凡事已经发生的 都是已经因缘成熟的 那么特别是自己 那么 你要知道 这个已经是不能被改变 已经呈现的事 不能被改变的事 那么能够改变的就是 它的未来 就是 我是这样的人 就是说我现在是生死 它已经是事实了 那么 我能不能改变 可以 可以不生死 可以 但是 就是在未来 就是这一生 这一生 一定要生死了 有生必有死 那么有生死必有苦 这个是不能被改变的 那么你能改变的 就是什么 我以后不苦 或是我生苦心不苦 我死了以后不再生 我不再轮回 类似像这样 所以你必须找到那个苦因 那佛法 你看 如果我们单单 把这一本经 比如说二十经这一部经 早上念一遍 往上念一遍 我们大概也不知道怎么修行 其实也还是不知道怎么修行 你还是只知道 这个 世尊告出比丘 我习以社会有求有行 以社会随顺卷 若以社会 以智慧如实践 你念了一百遍 你也没有以智慧如实践 没有 为什么 我就讲我自己的经验就好了 我在浮衍十七年 天天做早晚课 早晚课每天都念心经 心经一次都念三遍 十七年念了几遍 一年三百天就好了 放寒假的 没有念了 一年念三百遍 一年一年念 其他还有念的 就是你做法会 大部分都会念心经 很多都会念心经 那个不管 就单单做早课就好了 早课念了三百遍 一年三百遍 一天 一年有三百天好了 其他的没有念的 寒假暑假给他扣掉 一年念三百天 一天念三遍 心经都念三遍 大概至少念一千遍 就是一年 一年至少念一千遍 十七年就念了一万七千遍 天天念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 从来也没有去观察 从来也没有去想 受想凝视 亦复如是 从来没去想到 那五云五我是怎么一回事 真的 从来没去想到 五云五云 也不知道观照五云五我 能够端离一切苦恶 当我们受苦的时候 我们不会去观照五云五我 我们只会想 在佛选唱会 我业障太重了 在佛选唱会 念佛 希望佛 不要让我那么苦 我还不是 也是不会去观照五云五我 为什么 这我们习惯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修 我们习惯就是诵经念佛 那么现在这里是一样 我们来读书 我们来读书 我们不是要增加知识而已 当然要增加知识 但是那个是文会而已 我们拥有这些知识做什么 你菜市场买菜 买这些菜来干什么 摆着好看的 不是啊 去跟人家讲 你有买菜回来这样 还是只是钱太多 没有地方挖 买一些菜回来这样 不是嘛 那我们学习佛法 也不是说我时间太多 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学一些佛法 就有点好像我钱太多 不知道怎么办 买一些菜回来 反正就买菜 重点是买菜 不是要吃这些菜 那意义就不大 买回来摆在家里 天天看一遍 天天买菜 天天买回来 摆在冰箱 也吃不了那么多 也做不了那么多 那也没意义 那我们学习佛法 一定要避免这一种 就是说 我们学了很多 那也懂得很多 但是 这不是用的 这个就是学而已 我就是学而已 学了做什么 你要知道佛法 都是 佛法告诉你这么多 都是要解决你生命中的问题 可是一旦你在生活上产生苦了 一旦你起了烦恼 你不知 那么知道了 也没办法解决 那你学这些佛法做什么 你肚子饿了 你买回来的菜 你不会煮 煮了也吃不饱 那你买这些菜做什么 你学这些菜做什么 所以你一定要把学习佛法当成是 就是什么 就是我学这些就是 要解决我生命中的苦的 这个你如果 这一点你如果没有 没有弄清楚 你学了很多 其实 也不过就是 结善缘而已 我们就说 种善根而已 那它实际上 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好 我们先下课 我们先下课